说高空抛物 其实每次一说到这个话题就觉得很沉重 意味着又有人因为高空抛物受到了伤害 是啊 这回受伤的是家属在浙江东阳一个小区的男孩 虫虫 三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但是呢 小虫虫现在只能躺在病床上 还没有度过危险期啊 事发那天下午 幼儿园放学 妈妈拉着虫虫的小手走在了小区里 这个孩子手里还拿着一根香蕉啊 一边吃一边还跟妈妈说呢 这香蕉好甜呀妈妈 突然就砰的一声 虫虫倒在了她的身边 这妈妈还没反应过来 一旁呢就有人喊了起来 被打到了 她在地头一看 虫虫的头顶一个大洞絮肉模糊 手里的香蕉还上下半根 这嘴里还含着一口呢 虫虫妈妈吓坏了啊 旁边有居民是赶紧喊了救护车 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当时孩子头顶部都能看到颅骨的碎骨片 脑组织也有一出 这虫虫的手术啊持续了将近五个小时 手术顺利 术后呢虫虫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需要呼吸机辅助呼吸 大脑也处于中度昏迷状态 医生说呢孩子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这不幸就发生在一瞬间 而把虫虫砸到的就是这个铁疙瘩啊 一个金属三角阀 当天呢事发居民楼的22楼的一户居民家里正在安装空调 这块三角阀就是安装工人失手掉下来 刚好就砸到了从楼下路过的虫虫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当天下午施工人员祖某在22楼阳台外墙安装空调外机时 因为焊接操作时手部被烫 从而呢碰落了放置于空调外机上的一个金属旁通阀 这旁通阀坠落砸中路过的虫虫 至其头部受伤 目前嫌疑人祖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查当中 虽然说这一起意外事件当中 嫌疑人是失手不是故意高空抛物 但是仍要承担法律责任 失手也好故意也罢 对虫虫的伤害已经造成了 希望小虫虫啊能够坚强的挺过这一关早日康复啊 对真的是不忍心再次听到类似悲伤的结果啊 接连几起因为高空抛物造成的伤亡事件 刺痛了大家的神经 我们除了战战兢兢的走在高楼之下 还能做一些什么呢 日前最高法呢出手了 引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对于如何准确认定高空抛物犯罪和高空坠物犯罪 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对在人员密集场所进行高空抛物的 依法从众处罚 意见明确 对于高空抛物行为 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 抛物场所 还有抛制物的情况 以及造成的后果等等因素 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 准确判断行为性质 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 其中呢多次实施的 经劝阻仍然继续实施的 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是行政处罚之后 又实施的 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的 其其其他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众处罚 一般呢不得适用缓刑 意见指出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物坠落 致人死亡重伤 符合刑法第233条第235条规定的 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 还有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处罚 在生产作业当中 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 从高空坠落物品 发生了重大伤亡事故 或者是造成其他的严重后果的 依照刑法第134条第一款的规定 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 高空抛物将被依法从众处罚 希望以后再不会出现类似的危剧